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 星期四出席国会听证会 讨论印太地区的安全局势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 一华 好的评章 就像您刚所提到 今天美国军的太平洋司令部上将 这个哈里斯上将 他是今天出席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 主要讨论的主题是2019年 美国政府在于太平洋司令部的预算案 不过基本上 所有的聚焦的重点都是集中在了 有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上面 我们也知道 这个哈里斯上将 曾经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 也谈到过美国目前所面临的五大安全挑战 有四个都是在印太地区 也就是包括了中国 俄罗斯 朝鲜 以及这个极端组织 另外还有第五个威胁 则是伊朗 那么不过他说 这个四大的主要的危险都集中在印太地区 因此美国政府将经费还有军事发展 集中在印太地区将是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目前哈里斯上将他也谈到说 朝鲜是美国目前所面临最迫切的安全挑战 不过中国则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长远和最有挑战性的挑战者 那么接下来他也谈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 也是相当令人担心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哈里斯上将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说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军事现代化 以军事及经济影响力来阻遏邻国 并以中国利益为基础 寻求重新建立印太地区秩序 有些人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为 视为是机会主义的体现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他们的计划是有系统的 有秩序的 却具战略性的 他们利用军事和经济实力 来侵蚀该地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 尽管在2016年出楼的国际仲裁 将中国的九段线主张裁定为无效 但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 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 目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 是处在养病休假的状态 那么代理主席 则是来自奥克拉河马州的英霍夫参议员 那么英霍夫参议员 日前在两个多星期之前 是率领了参议员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访问了亚太地区的四个盟友和伙伴 其中包括了菲律宾 台湾 韩国和日本 那么英霍夫参议员 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说 所有的各方对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 越来越频繁都感到相当的担忧 除此之外 他也谈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现象 也就是美国近年来 在印太地区的活动和出现的频率 越来越渐趋平缓 导致这些国家 其实出现了一些内部政治分裂的情况 包括了向中国靠拢 还是向美国靠拢 这样的政治分裂的情况 他说这个是令美国政府 必须要警惕的现象 那么除此之外 他也认为说 他也谈到说 在参访这些伙伴和盟友的时候 各方对于南中国海的目前的军事化造岛系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造岛活动 都令各方相当的担忧 我们继续来听听 英国府参议员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首席民主党议员李德参议员 在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时 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我们的盟友对于中国感到相当忧虑 中国比美国在该地区各领域更活跃 参与越来越积极 各国最常讨论的话题 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进行军事化活动 中国在那里填海造岛 超过了3200英亩的土地 他们毫无法律权限这么做 但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这使得所有周边国家都很紧张 这超过3000英亩土地上 军事活动令人震惊 军事设备之齐全 令所有人都很困扰 中国没有展现出 愿意成为负责任大国的意愿 美国应该向中国持续 并坚持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 而非争取谁才拥有南中国海 因此我们应该要继续协助该地区的伙伴和盟友 特别是印尼 泰国 越南和新加坡 维护他们的海事权 并提供他们经济 助力抵御中国的压力 当然另一方面哈里斯上将在今天的听证会上 同时也谈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所提供的安全贡献 包括在叙利亚以及在朝鲜制裁领 这个议题上面中国所做出来的合作和努力 那么另一方面他也谈到了国会 他也感谢国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 为美国的国防部来提供了增加了经费和预算 来补充美国过去美军在过去几年来 因为预算短缺的问题而出现的一些军力的发展的问题 那么他同时也谈到说 接下来目前需要国会通过正式的预算 来使得国防授权法的这些拨款计划 能够真正的落实 那么在国防授权法当中 是为2018年和2019年的军事预算 都大幅提高了经费 不过正式的预算将会在 国会预计是要在3月23号之前 才能够正式的出炉 那么只要现在支撑美国政府运作的预算 也只能维持到3月23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 美国国会预计将会将重点放在预算的讨论上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讨论的 所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评章 好的 谢谢一华在国会的内线报道